怎麼去量測 怎麼去測量 能量這個東西 那什麼是能量 就你的印象 你的經驗你們在講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什麼是能量 被跑出光溫熱 跑出光溫熱就是能量 被跑出光溫熱是能量 還有別的能量 好 魏力 好 魏力老師 你現在是問能量嗎 對 問能量 好 什麼是能量 什麼是能量 問題怎麼了 撞到很痛 能夠激發某一種 可以產生光跟熱 這個是軒衣講的 什麼是能量 人的身體要運作需要能量 讓身體運作 能量 還有咧 它有什麼東西 它有什麼東西是能量 是能量 電子 什麼 什麼 電能 什麼電能 我們叫電能 什麼電能 能量很多種 電能 是什麼 電能到底要做什麼 電能可以做什麼 電磁波 電磁波可以怎麼樣? 可以傳播訊息 可以干擾訊息 電磁波可以傳播訊息 可以干擾訊息 可是他做了什麼? 我們要講說這個東西叫能量 電磁波為什麼叫做能量? 他可以做什麼? 他或是他有什麼特性 譬如剛剛訊息講一個 他可以產生光跟熱 剛剛那個冠妮講說可以讓身體去做 這是都是能量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是能量? 胃能嗎? 胃能怎麼樣? 我們譬如說這東西是胃能在這裡 跟在這裡有胃能 這胃能到底什麼差還是什麼? 怎麼決定說 他可以做什麼? 在運動時可以產生的能量 比如說 假如他很重 然後從某個高度這樣去 他可以把地板 然後從某個高的地方下去 他可以讓地板破一個大洞 OK 所以剛剛 字節講的是說 讓地板破一個大洞 對不對 讓地板破一個大洞 好 或者是那你可以說 假設我現在想把椰子擠破 我把椰子 摔在地板上去 拿很高摔下去 拿地板摔下去 哪一個會破? 當然是 都不會破 也許都不會破 也許有可能 不要破的話 有可能高一點會破 對不對? 對 那如果雞蛋在量 可能再這麼高破了 那如果你不想讓地板破的話 你看他再低一點 試試看 欸 好喔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低到有個地方可能不會破 所以你越高的時候 層量就越高 越低的時候層量就越低 這是一種能量 能量的表現是 當地板破一個洞 或是爛的蛋破掉 對 對 所以你想 能量到目前為止 都是一種 產生出來的一種 不管是破壞 或者是 譬如是產生一個過凹 產生熱 你要想到 那你說看 電力在讓機器運作 運作也是 當中是運作 讓物體運作 讓物體運作 所以電力應該也算能量 電力應該也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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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物體運作 運作 或者要運動 所以我們現在電風扇 電風扇為什麼會轉 電力應該也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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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成動能 讓電風扇在移動 工業在移動 對不對 然後石油炎 所以我們基本上 在觀察說 有能量這些事情 是哪裏 有東西被移動 這是最基本的 對 我身體對我身體會移動 我身體會移動 我身體會移動需要什麼 我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 讓我身體移動 食物 需要食物 熱量 需要食物去轉換成熱量 轉換成能量 給我 讓我身體可以移動 我如果缺少熱量 缺少能量 慢慢我就死掉了 細胞就不會再生長了 我也沒辦法移動 身體就死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一個物體移動 是最基本的 我們在觀察 東西是不是具有能量的指標 OK 好 那在我們先走 我們上次講過利 什麼是利 什麼是利 你可以看到 從什麼利用 可以觀察到利的現象 它的行動型態沒有改變 它使用的動作 等一下 我們在這裡說清楚 會消耗能量的動作就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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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道理 可是並不是所有 應該是說 所有會消耗能量的 都是利 都是利 這樣子嗎 這樣的利 並不代表利 並不代表所有能量 應該是說 有些利它並不會消耗能量 所以你常常有利 在作用 就會消耗能量嗎 對 不一定 可是你 不一定 要取出反力 你知道外太空 外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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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我丟一顆石頭 OK 他只有出去那一剎那 在這之前我給他的力 讓他出去 出去以後他 就 失蹤 我就不會對他消耗任何的量 上演歌來講 這樣子 陳昱講一個很類似 陳昱這樣說吧 我拿個石頭 在太空 丟出去那一剎那 我的能量 轉換成這物體的動能 他都出去下去 有具能量 他得到的能力動 消耗能量是一樣的 對 實際上這都是有利的過程 問題 我剛剛說什麼 什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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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消耗 那你在看什麼 能量 你在看什麼 氣活 有沒有 我可以請你把電腦合起來嗎 好 可以 謝謝 我把一個石頭 或者棒球 丟出去那一剎那 我的手給他施力 施力之後呢 我的手施的力 這力轉換成能量 轉換成能量 轉換成動能 我的能 我的能 我能不能消耗能量 有 球能得到能量 有 球的能量 剛好能不能消耗能量 絕對 敞格來講 能量有消耗 有 整個來講能量是沒有消耗的 或只把能量轉移到上面 然後讓它動 敞格的能量沒有消耗的 懂嗎 但就我來講我消耗能 就我來講我消耗能 那它得到能量 所以消耗能量要只清楚是誰消耗能量 假如說把利益弄在別人身上 可能他就消耗 所以說石油本身算是被消耗 然後清澈的能量算是否讓利益 石油被消耗可以這樣講 石油的這個能量被消耗完之後 讓清澈的能量可以這樣講 沒有錯 所以當能量被消耗 用金石會有一個力產生 當能量被消耗死會有一個力量產生 當能量被消耗死會有一個力量產生 這個 原來講也算通嘛 但是有些這種力是比較細微 因為我腦袋我坐在那裡知道 我坐在那裡知道我會消耗能量 會 但是你中間有沒有力 有 力在哪裡 你腦袋在氣壓力 神經 神經 其實是壓力 血液循環 沒有錯 血液循環嘛 你身體還在動啊 你並不說我坐在那邊不動就是你的不動啊 對不對 我身體在坐在那邊不動的時候 我裡面的血液在循環需要力壓 不然血液怎麼會動 我心上要跳動 我血液要絲受 要交換都是需要力量的 對不對 所以它力量在消耗 所以它是有力量 所以基本上這力外沒有太多的爭議 但是就在我們要分別說 假如整體來講能量是沒有消耗的 但是能量是有轉移的 所以我們把它 沒有錯 把它改一下 能量會死 能量轉移的 力 你看在哪 力可以吃 能量轉移 好 那我們再想想看 我們再舉更多的例子來 我把雞蛋打過 能量怎麼轉移 丟 丟 我失禮 雞蛋在瞬間得到力 然後就 好 所以它瞬間得到力 瞬間就破 還從地板來破 從地板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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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從地板 從地板來上的能量轉移 還有力量的過程 嗯 雞蛋把力量轉給地板 地板 應該是 我覺得是這樣 可能是 蛋掉在地板上 地板上有力 讓它受到的力轉移到它的蛋 對 好 直接 所以有兩個力碰在一起 都掉板的力碰在做力 所以就在同地板 哪兩個力碰在一起 地板的力跟雞蛋掉在 因為 喔 雞蛋的作用力的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寫在雞蛋上 地板 力碰在雞蛋上 好 這是不是兩個力碰在同路頂層上 花生育 好 那個 我剛剛有從另外一個 其中的 那等一下我們先把雞蛋的調 好 像看 雞蛋被我施力 所以我的力量 我的能量 消耗掉了 我的能量轉換成 雞蛋的動能 雞蛋那個有動能的 我的能量轉換雞蛋的動能 所以雞蛋有速度 雞蛋有速度 它撞到牆壁 撞到牆壁 撞到牆壁上 雞蛋什麼給牆壁的力量 牆壁給它 牆壁給它 反作用力 所以並不是兩個力同 中的雞蛋這樣 它擠破了 而是牆壁給雞蛋的反作用力 讓雞蛋這邊的蛋殼 收掉的反作用力 蛋殼就裂掉了 就破掉了 對 所以是反作用力 給雞蛋破掉了 那哪個 丟出之前能做的 那有可能 我丟在上 就是我手太多力 瞬間的力量 讓雞蛋的蛋殼收不了 它就破了 有可能 這有可能 好 我剛剛想到的是 能量轉移 可以產生力 能量轉移可以產生力 力可以使能量轉移 能量轉移可以產生力 力可以使能量轉移 能量轉移可以產生力 能量轉移可以產生力 假如我吃東西 我把食物把它轉成 應該說 它可以產生熱量 然後我把這個熱量 轉換成洞 讓我可以進 OK 這樣沒有錯 好 所以這是一個互換 能量轉移跟力 是一個可以互換的概念 對 所以牛頓在解釋力這件事情 不是牛頓 有一個人叫焦兒 焦兒在研究 能量這件事情 它發現能量 不能跟力 有其他關係 能量一定犯著有力產生 有力的作用 所以我們在想說 好 讓我們來思想一下 到底能量跟力 到底什麼關係啊 所以我們明明知道 能量 能量 能量是 energy Energy 跟力是 force 不是power 是force 重量 force 力的單位還有什麼 力的單位還有什麼 力的單位是牛頓啊 記不記得 如果是力的 F等於MA F等於MA 記得嗎 記不記得 F等於MA 什麼定義 是以前不是錯過的 最近不是錯過 所以已經不是錯過 再次一次不可以 壞人 要訓練一下 沒有人不一樣 我最後沒事 能量跟力量有什麼關係 我們想一個事情 我如果說 我如果說 推一個物體 我有實力 我推10公尺 跟推20公尺 我像他的能量哪個比較大 推20公尺比較大 所以我推一個物體 推10公尺 那 那 那也是要看說你在 推的力量 應該說時間點 假如說你推20公尺 然後你推10公尺 然後你推10公尺 你發 你發不到5秒 你就把它推完 那你推20公尺 你發的幾乎快 那我覺得 10公尺 都可以選擇 為什麼 因為他 因為他 他用了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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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快點把時間的因素也加進來了 但是我們要思考 能量的消息跟時間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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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的消息跟力量平均開來 其實 60公尺應該都是這樣 要講得清楚 我帶牙套 不然 那就慢慢講 因為我現在一下 聽不聽 對 所以他現在帶牙套 我說 這不是時間 我其實把力量平均開來 60公尺 加強 這次 對 好 跟時間事實上 不管怎麼大 我朋友舉個例好了 舉個例好了 我現在 現在 用 怎麼了 我現在這樣打了 我現在地上有個釘子 對 我想把這釘子打到圖裡面去 好 就是一個木桩 對 我把這個重鎚 讓它只多一下 10公尺 可以把這個重鎚提高 到 20公尺 誰可以把這個木桩打得更深 那10公尺 都一樣 都一樣 為什麼都一樣公尺 為什麼都一樣公尺 為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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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石頭的力量不一樣 我石頭的力量不一樣 我石頭的力量轉換成 我這個木槌打進屋裡面的深度 對不對 我10公尺打進屋裡的深度 跟我20公尺打進屋裡 又這樣抬個鐵墊 我鐵墊 拿去一趟敲 不用這樣 誰敲個表現 你自己敲個表現 當然是那個 對啊 當然是這個啊 對不對 我都拿小小的鐵墊 一點的小鐵墊 這麼大的鐵墊 誰可以敲個表現 這麼大的鐵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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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那只是一個體面 對 就綜藝來講的話 好 這是一個小鐵墊 這是一個大鐵墊 這是一個大鐵墊 需要低線引力 吸引它的力 跟吸引它的力 誰要大 當然是左邊那顆 可是 可是重點來講 萬有引力 那個大鐵墊 也會把鐵墊這樣吸回來 那個引力太巧了 等一下 所以我拿一個 我可以請教一下 為什麼你們現在才上台 為什麼你們現在才上台 這是一個很老的理由 對 沒聽到中間 中間的小聲 對 我們拿一個 OK 那你為什麼鼻子白白的 他會把鼻子拿 一定是跟套在牆上 好 OK 你們這節課 你可以聽就聽 不能聽就寫學習單 上課的學習單 就會寫 看課本寫學習單 課本還在吧 我看你們這節課 沒帶課本來 不知道要帶課本 上課都要帶課本 上課都要帶課本 因為我幫我再上課 上課都要帶課本 你以為上課都要帶課本 下課都要帶課本 好不好 羽龍知道嗎 上課要帶課本 好 好 萬有引力 追這兩個 追這兩個錘作用之後 先說這個 因為它有質量 所以它有鐵琳吸過來 可是地球是不照這麼大的地球 誰吸的 誰吸的 誰吸的幾樣 搞不好那個鐵琳在空中吧 我覺得應該 很壓 蛤 蛤蛤蛤蛤蛤 這個鐵琳跟鐵琳的 跟木樁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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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比較大 當然是那個 鐵琳跟木樁的 這質量是它的幾 幾倍 幾兆倍 可是你看它貼在上面 當然 但是這次離那麼遠 太早了 好啦 開玩笑了 那你有沒有被鐵琳擺下去 我怎麼可能知道 因為我怎麼覺得 我好像變輕了 真的喔 有鐵琳擺這次變輕了 非常好 好啦 我不會想跟陳嘉欣用拆幹我 好 Anyway 什麼是核為力啊 什麼核為力 核為力 核為力 力啊 力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力就是可以使能量轉移 力你可以消耗能量啊 這是力的一種表現 可以消耗能量 一塊是能量 力不是能量 力可以消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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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放球能量 阿神大賽 然後要放球加速 然後他消耗了什麼能量 關你在幹嘛 我消耗能量 沒事 沒事啊 能量跟力是不一樣的東西 力有點像是能量的結果 或者是能量是力的結果也可以 這反而比只是相應 就是相應合身的 對啦 因為我轉動的時候會產生能量 施力的施 哪個施 施力的施 只是一個方 然後旁邊的一個 OK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比子 鐵球 如果一樣重的鐵球 低一點跟高一點 誰的作用力比較強 等於是這麼大的鐵球 它可以做到那種上的能量比較大 那你想想看 這個鐵球 受到地心移力的影響 它作用的距離只有這個距離 跟這個鐵球受到地心移力的作用 它作用的距離這麼長 所以地心移力對這個鐵球的作用 作用的時間也相對於太長 比較久 它對這個鐵球所作用的距離間比較長 所以我們關卡的一個事情是 我們作用的能量 我們後面所消用的能量 除了跟力成正比之外 還有跟水成正比 還有跟距離成正比 距離越長的 它作用的能量越大 質量越大了 因為它的地心越強了 地心越強了 它的作用力越大 所以我們就給它做個定義 消火就給能量做個定義了 消火定義說 我們的能量 就是力量乘上距離 這個距離呢 這是distanc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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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距離是 力 與力同方向的 我在講能量的定義 與力同方向的距離 我對我的能量轉移 我的能量轉移出來的是 我對這個物體所施的力 在同個方向上所走的距離 這是我所消的能量 就是力量乘上距離 你們要看這個例子 OK 你的推的感覺 好 我中在這個物體的t量 我推這個物體 我所消的能量等同於 我所推的力量乘上我所走的距離 我走的距離越遠 我消的能量越大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1是能量 消好的能量 1是能量 好 好 好了 會有人講說 那 這個能量跟 在課本上 他把能量跟弓 跟著兩個想法 能量 還有弓 什麼是弓 就是弓一 第四距離嗎 第四距離 右弓 什麼是弓 右弓 什麼叫右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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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在課本上 它把能量跟弓 它看成兩個想法 但是它是一個東西 簡單來講 我推一個物體 我所做的 我所消耗的能量 會轉換成這個物體得到的弓 對我對這物體做的弓 也就是這個物體得到的能量 譬如說 如果我把這本筆從這個高度 拿到這邊 我需要做夠 我需要消耗能量 我需要施力 我的力是不是要抵抗低限力 對 我抵抗低限力 移動這個距離 是不是有個低限力跟這個距離 我是不是消耗能量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都是同個東西 只是它對象不一樣 我要解釋它對象不一樣 我 所做的弓 我把這個東西提起來 我做了一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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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讓我消耗的能量 這是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說 我讓這個物體得到的能量 也就是我做的弓 這是一樣的東西 這樣可以 有概念嗎 這就是要講 可是我這個弓 還是太了解 弓就是 弓 我可以想像說 它是成就 一種成就 工作 弓是一種成就 就是我做了一個事情 你可以看到我做了一個事情 這是一種成就 可以想像嗎 可以把變結果 可以想像 我把一個石頭 抬到樓上 結果就靠在上面 對 它靠在上面 它為了能量 能量的能量 能量從哪邊來 從米打飯 我消耗的能量 所以它就是 可以說 核 核 不是核 所以那個 所以 也不是傷 為什麼是傷 傷是什麼 傷是儲出那個傷 你說數學的嗎 我們就不管它的 等一下 我們就不管 你要想 我把這個石頭一摟 放到二摟 我是會消耗能量 我消耗的能量 它還會去 到最後 腳和手 我消耗 假如不考慮 手跟腳 消耗的能量 我大部分能量 是消耗在這個石頭上 或者是說 我把 用個吊環 這是一個滾輪 我拉這個繩子 把這個石頭給拉上來 把這個鞋頭拉上來 我拉了一段距離 是拉提升這個距離 對啊對啊 然後提升這個距離之後 是我撕一個力 向下把它拉起來 假設不考慮 滑輪的摩擦力 我做的力 從用在頂上這個石頭的重力 這時候石頭移動的這個距離 我有沒有消耗能量 有 我消耗了多少能量 往下拉的力 往下拉的力 距離 你消耗的那個 球 得到的能量 對 對不對 球是不是得到一個位能 這個球 不會無言無故得到能量 它能量哪邊 它能量哪邊 超升級 它增加位能就是你減少的 收給他的 對不對 不是位能 對是 位置改變 如果位功的話 可以寫說 一種 一種施力的結果嗎 是一種施力的結果 但是 它是能量轉換之後 受力物的 的改變 對 受力物的改變 結果我打個棒球 施力給他 我能量轉給他 我做了什麼功 我做的功能 看出來是這個球 啾 往上去 這球從沒有動能 變成有動能 這球從沒有動能 變成有動能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變化做做的功 它從沒有能量很低 變成能量很高 這過程就是我做的功 所以可以寫說 一種受力物的能量 受力物的能量 的能量都可以改變 對 可以這樣講 不好意思 那個宣偉 我問一下你在幹嘛 你現在做什麼 電腦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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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問題 它是什麼 電腦問題 好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剛剛就是 那他只要這個 電腦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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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他講一些 什麼問題 蛤 好,等下,那你重新讲一次,何卫功 何卫功,你会有混乱 有点混乱 好,简单来讲是这样 我们就用几个例子来看 我丢个棒球 丢个刹那,我施力给他 我出手,球从没有能量 变成有很大能量 我所消耗的能量 转换成是球的能量 所以球,我就对球做功 我就对球做了功 我做的功就是他得到的能量 就是因为我解释 对,我们施力者 对一个物体做的功 等于这个物体得到的能量 那懂意思吗 能量和力的转移过程中 实际上它是一个意思 它同样的意思 所以说功的意思就是说 力和能量在转换 对 你将力转成能量 能量和能量转成能力的时候 就是 从A能量转换成B能量 终于要透过力的过程 不是从能量转成能力 能量转成能力 能量转成能力 不是这样 能量跟力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此物体做的功 等于此物体所得到的能量 对 那同时你也可以讲说 实际上我做的功 也是我消耗的能量 有概念吗 我消耗的能量 我消耗的能量 等于我做出去的功 所以消耗的能量 跟能量跟消耗的能量一样 所以你说 我消耗的能量 等同于我做出去的功 或是我消耗的能量 等同于对方所得到的能量 那对方得到的能量就是功 也就是我所做的功 这是动词 主动跟被动的意思而已 我所做的功 等同 我是主动 我所做的功 等于求得到的能量 也就是等于我所消耗的能量 有概念吗 我消耗的能量 要拿来做功的吗 有什么概念 我消耗的能量 是他得到的能量 对 对 这时候 我 对他做功 对 没有错 事实上 如果你把功拿掉的话 因为 后面一定会 你做了多少功 好 你提供人家想 那你做了多少功 事实上 你所做的功 就是你所消耗的能量 那我不是绑过来 绑过来怎么样 我不是说球 我就是说 你在这个问题上 就做了功 那你真的要拿 再讲清楚 很清楚 我在这个问题 你就是说 你对 你对一个武器好了 对 对他私利 是 我对他私利 产生能量 我对他私利 不是 你对他私利 但你自己 可以产生到 我对他私利 自己却产生什么 能量 自己却产生能量 我对他私利 自己却产生能量 你做的功能 还想到 对 对 工资 有点黑色 怪 就是你本来的东西 这运作做成功 就是 就把它变成弥画 就把它变成弥画 对 我 对 有問題的問題 正宇的東西跟冠田的東西不太一樣 冠田說我有沒有可能去撕一個力 我得到能量 是這個意思吧 我不在有這種東西 因為我一樣都是沒有這種現象 你可以舉個力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舉個力 你有看過這種現象嗎 那我來試一下 我們對此物體相丟 這就算功 他得到能量 他得到能量是你做的功 我們咀嚼食物算不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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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把它分散掉了 這是兩件事情 這是兩個系統 就好像我進來 我正在講什麼 我正在講什麼 你食物進去分解得到什麼 我把材砍了 我把材砍了 我是不是消耗能量 材變細了 今天我把材拿去燒了 我得到能量 是不是 我在砍材過程 我把材拿去燒了 但是我得到更多能量 那感覺上是好像我做了個功 可是我得到更多能量 可是事實上這兩件事情 為什麼 不相等喔 但是不一樣 我砍材的過程當中 我是靠物理變化把材變小 可是我拿材去燒的時候 材是跟氧氣在做一個化覺變化 他產生能量給我 我今天把食物包嘴巴咀嚼 我是把這個米飯給分解了 我在做工 這個米飯得到什麼能量 它是被破壞的能量 我把它破壞掉了 破壞掉之後 我上面得到能量 什麼時候會得到能量 讓這些物體透過身體酵素 跟氧氣做一些反應 讓它做低溫燃燒 他燃燒過程當中 產生熱量 讓我得到熱量 所以我得到 是不是 就是 那像我一般會講 日量過程說 會不會有這種事情 就是從一時間 從一時間 你在做一些東西 來整理 整理 目前沒有看過 沒聽過這種事情 你剛剛舉的例子 你這樣聽懂的意思嗎 你不是說 我知道 這兩個是 不一樣的意思 你在舉行米飯的過程中 你是在消耗能量的 但是你在得到能量的那個過程 是因為身體的酵素以及 米飯被分解的 米飯跟氧氣的反應 對 所以就產生了能量 就像我今天去挖石油 我是不是在消耗能量 我把石油從地底下挖出來 我是在石油做工 對 可是這時候 石油的幾公斧更多能量 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我把石油拿去燃燒 應該是如果你要先把它分解 再變成石油 對 那個工業也是在做另外一種工 你把石油再分解成更不同的石油 比如高級石油 柴油 沒有 不同的有等 有品的品質 最終你都要把石油燃燒 然後去引擎室裡面燃燒 然後在過程當中放置更大的能量 但這能量不是我原來給他的 這能量本來是他身體裡面的 你懂我意思 這些能量本來就在石油的本身裡面 並不是我給他做工 所以不能說我試了一點點給他 產生更大的能量 並沒有 他這能量本來就是物體裡面 哈囉 你們兩個怎麼了 沒有 OK 好 所以這個是兩性子 好 這裡你剛剛說的 要不要再講一下 OK 好 好 好 講下一個 那工不跟能量的關係我也解釋了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工跟能量的關係 工跟能量的關係 講過了 我所消耗的能量等同於我做的工 也等同於受力物所得到的能量 好 震動 震動 可是我覺得 震動沒有關係 震動 震動啊 欸 畢竄怎麼樣 我覺得第五題 那個 嗯 我不會解釋 解釋 應該是我聽了你所說的 我用我的方式把它 那不用用你的方式 你可以用我的方式寫啊 生活的能量 可以轉移 可是 他剛剛解釋過 有沒有解釋他 這東西有什麼問題 應該說 剛剛我們沒解釋很多嘛 能量的轉移 可以產生力 力 等一下 能量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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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力 應該說能量轉移 我知道 我就說 然後你說 功和能量的關係 嗯 功有點像是結果 然後 能量感覺就是 能量也是那種結果啊 能量 那我就把能量轉移 給另外一個 物體能量 所以 第五題我要寫說 我所消耗的能量 等同於我所做的功 也等於 此物體 消耗 得到的能量 得到的能量 我做的功啊 我消耗的能量 我消耗能量 等同於 我這個功對他 等同這個物體 得到的能量啊 我消耗 對啊 那對功有關係啊 功是一個名詞嘛 這名詞解釋是你 那在這裡怎麼講啊 功 就是你所消耗的能量 消耗的能量 你總之有關係 對啊 那是一個名詞解釋嘛 譬如說你 現在叫陳鈺 你的英文名叫Bito 你們代表的是同個東西 是 你先講 我講完了 你講完了 好 那 那 你在 假如說你在跑步 是 你在跑步的當中 你的最後兩位想像 然後 然後 你知道 你講什麼 這跟功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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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人的適應性 人 人 在聖母體來講 人都有一些適應力 譬如說我常常提起 那重點是 因為我背後人會怎樣 你聽我講 我在解釋啊 譬如我在 寒冷的地方 待久了 我就 比較怕你 你有看到 譬如加拿那人到台灣來 他說你們冬天就跟我們的訓練一樣 我覺得很舒服 那冬天可以穿短袖 甚至穿吊蠟 這樣 因為他習慣很冷 那他吊蠟 這個吊蠟 然後會有吃 這個 當然還有穿褲子啊 對啊 那個冬天只要吊蠟 他就很舒服 對 所以功 功我可以把他做 他就是 九十二號 可以 只穿吊蠟 真的 哎唷 對 哎唷 哈囉 那 然後你跑步的時候 因為你身體需要很大的氧氣 所以你身體要去適應那個 需要大量氧氣的過程 所以他過程裡的肺 活量增加 因為他吸進去 有可能這樣 接觸到面積 接觸面積有可能 他慢慢 人都是這樣 會有適應性 你譬如常跑步 你肌肉會變大 為什麼 因為他 因為他 他發現 你需要 這邊肌肉來 做這些事情 對 他去長肌肉 那我如果不需要 我如果沒有去 我就坐在那邊看電影 我會變成沒有 我天天坐在那邊看電視 變胖 因為他覺得你不需要肌肉 他就把肌肉給擴大 他就把他轉換成肥肉 假設持續吃東西 就把他轉換成肥肉 那忍的是一種機制啊 對 那你常常想事情 你就不容易老人癡呆嗎 想事情 就會產生肾上肥肉 OK 好 那是人的心性 跟功跟能力 不太有關係 好 我們再說 這也是負型 第六點是負型 我們再想想看 速度 速率 距離 時間有什麼關係 好 什麼是速度 速度就是 每秒速度 每秒只有幾公尺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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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方向 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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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方向 就是差一個 車子 你可以看到你這台車的速度 好 我這樣寫起來 你看得見嗎 看得見嗎 這是什麼 這個V 我上面寫個方向 寫個箭頭 這個叫做向量 這是數學的代號 就是向量 有方向的量 這個呢 叫做純量 純量是什麼意思 純量就是沒有方向的量 我譬如說 這邊有一公升的水 請問一公升是什麼量 一公升就是 一公升 一公升是什麼量 但是它有什麼存量 就是一種存量 就像單位而已 這個再加400 單位就是它一公升 公升就單位 知道嗎 好 三百 我講一個三百這個數字 請問它是什麼量 數量 數量 它有什麼存量 它存在是量 就是存量 不是 那邊不會就是那種 我現在就做了 我往前走一步的場 對 等一下 正宇 你聽啊 我就在搞靜靈 是哪個地方 沒有心動 什麼是存量 好 我現在解釋 純量 純量就是個量 三百是個存量 二十是個存量 一千是個存量 焊 焊不是存量 那什麼東西是層量 就是項量 項量是有方向的量 譬如說 力 請問我把話講 我如果公平說 有個力 30 牛頓 你認為我有沒有公平這個力的 所有的資訊 你只有我說他是個層量 你讓我知道他是個層量 沒有 你只要他的大小 但是力 你如果只要一個力 你只要大小不用 它是層量很重要 層量很重要 譬如說 把這個電視機翻起來 需要 30 牛頓 結果 30 牛頓 怎麼翻不起來 怎麼翻不起來 因為沒有方向 你剛剛的方向就往下 所以 力 通常講力 要半水的一個方向 就算我往上 只要翻這個電視機需要 30 牛頓 那我這樣翻 我斜的方向翻 我還是翻不動 因為他往上的力量 被我這樣翻完之後 他就剩不到 你要摸這樣 所以 力 通常來講 力的 是你講清楚這個力 就需要一個方向 當有這種事情發生之後 這就是一個項量 什麼東西是項量 你再想想看 什麼事情 你要講的事情 講清楚你需要想 需要方向 它 什麼它 你在想 你看看 速度需要方向 需要 我認為說 證穎有天要去台北 他以 每秒 30 公尺的 速度 去台北 請問他多久到台北 可能大概要 10個小時 應該會滿的時間 斷定吧 可能一整天都照亮 我路沒鋼琳方向 結果他是往東走 天啊 他往東走會不會到台北 應該是 他會先繞地球一圈 對 繞地球一圈 再回到台北 是不是 所以我告訴你速度的時候 是不是方向很重要 他往哪個方向 一中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這就是項量 項量 那 很多人在討論一個事情說 這個人跑得很快 那個人跑得很大 我虛化方向 不用 那就是個存量 那叫速率 冠屏可以跑的速率呢 是每秒 20 公尺 正宇呢 是每秒 21 公尺 誰比較快 兩個都很快 兩個都很快 那可是正宇快一點點 這是我虛化方向 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不需要 因為值得比較大小 這是用數量就可以了 所以 在數學的定義上 數學定義上 存量呢 沒有上面的箭頭 是沒有的 項量就有個箭頭 項量請絕對值 什麼要絕對值 記不記得 什麼要絕對值 數學跟什麼要絕對值 不管怎麼樣都是重的 不管怎麼樣都是重的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 就是 在幾個 幾個的意思就是距離 事實上也可以來講 絕對就是取大小 我只管它大小 而且沒有負的喔 所以 我一個東西取 絕對值之後 它就是告訴你一個值 它就是一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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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有一個值 就是存量 大家清楚嗎 好 事實上 在數學裡面的正負號 在我們物理的解釋就是方向 我往這邊為正 我往這邊為復 我往這邊為復 延適 為什麽 好 因為我們在ギ 它有時需要相對的位置 所以需要正負號 需要方向切斜 譬如我往這邊都跑的 我往這邊用跑的 誰的速度大 跑的 誰的速度快 假設我講速度跟速率是差一個方向 速度就沒有辦法往下走 因為往左往右誰的大切斜角 怎麼知道 是不是他拉我 他拉地鞋一圈 對 那個可以嗎 如果講到速度有方向的情況下 反過來把方向去 要管他的速度 存量的直大球 才有比大球的問題 這樣清楚嗎 好 那回來 我們在運算速度的時候 我們怎麼運算的 我再回到一個ST圖 記得ST圖嗎 這是一個左邊要走ST圖 記得嗎 記得嗎 記得 S代表什麼 S代表什麼 G代表什麼 時間距離 用公時當單位 時間用S代表 好 現在移動 這樣子 這個是錯的嗎 不能往回 好 這樣子 請問他有沒有瞬間不動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瞬間不動的地方 就這個 籃鞋 這個地方不動 不是不是不是 底下那個藍線 就這個順 been不動 對 就是這個順 finally不動 還有怎麼沒什麼 就是每一個最低 每一個這個地方都不動 跟最低 跟最低都不動 這樣有概念嗎 有 什麼地方速度最快 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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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换一下吗? 这个地方速度最快 还有别的地方? 对,要几乎一直短 要同意吗? 这一条跟这一条速度最快 对,是那一条 有个概念,越垂直速度越快 怎么解释,我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移动这么大的距离 是不是? 我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移动这么大的距离 T是距离 T是时间,Time S也是 S是距离 S5 这是代号S 这个S是Second 这是Second 这是单位 这个S是单位 这个S是代号 OK 没有问题吧 好 那假设想问你说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速度是多少? 哦 不要不在手间 我没有刻度 我只问一个大概而已 好,停 有一天 有一天 我把这部分再简单解释完 不是,我停了 跟你说 有一天 蛤? 我有点问题 你说 假如说有点问题 他是说 就是超强的 你在,你在往东跟西 然后你的速度 都一样 然后 然后 你在某一点 它跟东跟西 有距离是七平 然後兩個夾跟椅 兩個往不同的方向 然後椅子就先到達 我們在終點跟起點的位置 朝來的方向 你聽不懂嗎? 不會聽不懂 你要不要畫圖一下 解釋一下 只要我們等一下中午才能找到 OK 這個波這樣寫不清楚 你會去插 第四題 不用畫 他有他的定義 波有他的定義 不用多想去插 去插 去插 你這樣寫不清楚 去插 去插 過的定義 再給我兩分鐘 好 我這個其實在畫的過程當中 我能夠畫這個臉 能夠畫過這個函數 我現在不知道你給你 X點多少 Y點多少 X點多少 Y點多少 X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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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點幾 X點par X點4 X點 Pike XD XD X典 我眼睛張開就看到東西 收起來 放在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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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點都可以記錄下來 有一天他機會 隔一邊才張開一次 這邊看了一次 在這裡 這邊再張開一次 看到在這裡 希望他認為你的速度是多少 怎麼算 一條線 一條線 給他拿 哇 神又白眼睛 他馬上可以算 知道的是 他不知道他真的速度是這個樣子 他只知道 在這邊 在這裡 這邊 在這裡 他時間差在這裡 他只知道這樣 他只知道這兩個點之間的關係而已 所以他會以為這個物體是這樣移動的 所以好像假設說 有個超染速度很快 他面瞄中間就立了一圈 結果說 欸 超染我其實在杯茶 茶 請他喝 就是我看他沒有動 我回頭拿一杯酒 來 請喝茶 這時間他可能在我轉頭的一瞬間 是到立了一圈嗎 有可能嗎 可能 可能嘛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剩下速度多快 我並不清楚 但是我看到他是他沒有移動 懂嗎 所以你看到他一個東西沒有移動 他不見得真的沒有 他可能是在做高速移動 我一直不知道 沒有 小偉在這邊 是他小偉在做高速移動 清楚不知道 對不對 講太慢了 我聽不懂 講太慢了 聽不懂 要講快一點 聽得懂 所以真的來講 我們這個機器如果他一直 啪 啪 所以我們可能看到機器有這樣的速度 清楚嗎 所以我要量這個速度 我會點檔 我只是說 講這個是S1 我代表說他手機就是這樣壞掉 誰 我們的成績還會測起來 沒有壞 OK 這我知道 我不能夠 你對我錯 所以我當這是 T1 時間 T2 時間 S1 S2 所以我的速度會等於什麼 我現在有四個數字 請你告訴我 我的速度會等於什麼 反正講我們給下課 等於什麼 分子是什麼 T1分成S1 S1分成T1 T1分成T2 S1也是 有四個數字到用得上 T1 T2 S1 S2 好 我們再用文字解釋清楚 這是什麼意思 在T1時間的時候 我看到他在S1的位置 T2時間之後 我看到他在S2的位置 所以我認為他的速度是多少 T1分成S1 T1分成S1 T1分成S1是什麼 T1分成S1是什麼 T1分成S1是這個距離 是這條線 跟這條線沒有關係 T2-T1 S2-S1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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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沒有 錯 錯 過完的怪人 對 你們要感謝字節 T1分成S1 我剛才想到A4.S1 我還沒看到T1